大家好,我是队长 欢迎收看本期队长一周大事 首先,漫威方面 蜘蛛侠全新规划曝光 将在复年6对战唐尼毁灭博士 索尼独夜3被指控侵权 迪士尼被LGBTQ人士攻击 至于DC方面 绿剑侠演员痛骂滚倒 海王演员也陷入霸凌丑闻 那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 本期的一周大事吧 根据外媒透露 荷兰地试验的蜘蛛侠将在 复年5毁灭日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蜘蛛侠4和复年5都计划于2025年开拍 为了顺利推进 漫威为荷兰地定制了一套工作计划 荷兰地在复年5中的角色 将会比此前复年3-4中的更为重要 而这个消息 其实也和索尼漫威前段时间达成的全新协议有关 对于索尼和漫威的协议 在此前其实就已经迭代了多个版本 最初索尼仅同意蜘蛛侠在个人电影 以及大型集结类电影中登场 而像剧集或者其他英雄个人电影 是不允许出现的 但这次新的协议 则对蜘蛛侠的登场范围进行了扩充 根据外媒爆料 索尼和漫威达成的新协议内容如下 荷兰地将在另外三部独立电影 三部MCU电影中继续扮演蜘蛛侠彼得帕克 这三部独立电影是索尼的蜘蛛侠456 而另外三部MCU电影 则是复年6和另外两部还未公布的电影 此外 报道强调 之之前的双方协议只涵盖了英雄无归和复年5 在新协议签议后 之前的两部作品依旧生效 也就是说 荷兰地将在以下七部电影中再度饰演蜘蛛侠 蜘蛛侠456 复年56 以及两部还未公开的漫威电影 另外新协议还特别规定 蜘蛛侠必须在复仇者联盟电影中扮演重要角色 也就是说 除了复年5外 复年6中的蜘蛛侠也将有重大的发挥 此前曾有传闻说 荷兰地的蜘蛛侠是漫威主持者的锚顶之人 还会成为英雄团队的领袖 并且还有消息称 荷兰地的蜘蛛侠将会和唐妮的回灭博士展开正面对决 至于原因啊 我觉得MTTSH分析的很到位 他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 很多人都希望唐妮的肚目成为神奇先生的敌人 我相信他们确实也会是这样的关系 但我们已经在之前的三部神奇四侠电影中看到了这样的发展 从虚实的角度来看 漫威让唐妮扮演回灭博士 就必须让一个和他情感紧密联系的角色和他互动 毫无疑问除了队长外 就是彼得 在过去 托尼是他的导师 除了罗迪和小辣椒外 托尼与彼得的情感联系 比其他任何在世的复联成员都更深厚 这使得他们的互动也更有意义 从我知道的消息来看 彼得在复联电影中比他们都更重要 因此从虚实的角度来看 蜘蛛侠和毁灭博士必有一战 如果不把他们放在一起 那将是失败的 此外 再结合此前的消息 彼得很可能在蜘蛛侠4中 穿上共生体战衣 非常好奇 黑色彼得将来毁灭托尼 会是一番怎样的场景 举尼索林的《独夜3》上映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根据北美院线显示 电影时长在120-140分钟之间 而这也是《索林蜘蛛宇》 时长最长的作品 之前最长的是《蜘蛛夫人》的116分钟 而《独夜3》很可能会打破这个记录 另外 在另一个层面 《独夜3》也确实打破了记录 此前电影发布了终极预告 展示了《公生体之神》纳尔 将在电影中登场 然而根据IGM报道 索林使用该角色 并没有给角色创作者打招呼 也并没有支付相应的版权费 而制作者让两位创作者十分的愤怒 据报道 《公生体之神》纳尔 诞生自2018年的《黑衣之王》故事 创作者是唐尼·凯茨 和瑞安·斯特格曼 就在《独夜3》的预告发布后 瑞安·斯特格曼发文称 是的 我确实是纳尔的共同创作者 但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他会在《独夜3》里出现 是的 我真希望在我家附近 挖条护城河 这样就能保护我创作者的角色 不会被偷窃 根据规定 角色的创作者 需要在片尾字幕 三分之二的位置出现 并且电影公司还需要支付 5000美元的版权费 但根据《独夜3》如今的情况来看 显然索尼并没有 旅行以上的任何一条规定 假如索尼不积极行动的话 那很快 他们将受到两位作者的索赔起诉 到那时可能就更不好看了 真说 不愧是索尼 不论是观众还是原作者 分分钟都能被气得够呛 下面是咱们的漫威新作 《资讯环节》 自从在SDCC上 宣布唐尼将回归实验毁灭博士后 全球粉丝一直在期待 再度见到唐尼的那一刻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 除了已经宣布的复联5-6外 唐尼还将在多个项目中登场 目前已知的 就只有正在拍摄的《神医4侠》 据悉 唐尼的《毁灭博士》 在电影中不是重要角色 但是却是会在故事中登场 并且在结局 会跟随《神医4侠》 一起穿越到漫威主宇宙 此外消息称 漫威准备在第六阶段的多部剧集 电影中为《毁灭博士》的登场经营铺垫 方法会类似于 《灭霸》在前三阶段登场的形式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接着又是咱们万年难产的《刀锋战士》 就在前段时间 《刀锋战士》的前编剧 不过德马约在社交媒体上 展示了他为《刀锋战士》 撰写的原始剧本 根据德马约透露 这份剧本还没有得到高层的审阅 他就被漫威和迪士尼开除 而部分剧本的故事情节如下 整个故事发生在晚上 主角《刀锋战士》是吸血鬼猎人 整体气质参考了 基鲁尼维斯的《还我狗命》系列 电影的主要反派是 英国的第一个吸血鬼瓦尼 刀锋战士一直在全世界 追捕危险的黑暗道具 此前永恒族 最后黑骑士的乌木剑 就是其中之一 而在电影中 《刀锋战士》正在抓捕一名 企图将恶魔带到地球的 危险邪教徒 这名邪教徒信奉黑暗之书 他利用黑魔法 让一位名叫 《丽丽丝》的人类女性 怀伤了恶魔之子 在逃跑的过程中 《丽丽丝》躲进了一栋 破败的人类公寓 而吸血鬼瓦尼也得知了这一消息 便率领吸血鬼大军 情统夺取丽丽丝 和他肚子里面的恶魔之子 而故事的主线 是刀锋战士 保卫破败的公寓 一直持续到天亮 在这个过程中 和公寓里面 形形色色的房客产生了交集 并且还和丽丽丝产生了情愫 另外 电影中还有一个房客 名叫杰里克·德拉姆 他会成为刀锋战士的盟友 他本人对于超自然学科很有研究 并且也是他告诉刀锋战士 瓦尼的袭击和丽丽丝肚子里面的孩子有关 在刀锋战士的带领下 公寓里面的人类和吸血鬼大军 展开了激烈且惨烈的攻防战 整个过程相当的二级 鲜血四剑 残枝乱飞 尽管刀锋战士十分强大 但面对源源不断的吸血鬼大军 公寓阵营逐渐落入下风 到了电影的最后一幕 瓦尼即将抓到丽丽丝的时候 刀锋战士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是否要杀死尼丽丝 避免恶魔之子落入吸血鬼之手 但最终引来的反转 南方克德拉姆 意外破解了一个古老的污毒法器 帮助刀锋战士击败了瓦尼 德马约表示 为了给刀锋战士写剧本 他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共写了三份草稿和十几份大纲 好不容易啊等到剧本成心 本想在创作会议上和高森讨论 结果他就被漫威以不见点行为为由开除 德马约强调 漫威影业和项目组已经彻底烂了 另外对于这个剧情啊 我个人感觉好像甜蜜家园的第一季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自从政治正确风潮在欧美流行以来 越来越多的影视文娱作品 频繁加入了政治正确的元素 而在好莱坞中 迪士尼最为明显 此前的光年正传疯疯狂元素称 小美人鱼等作品也因此备受诟病 只不过似乎啊 这都是上一个版本的事 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近期迪士尼反而因为不支持LGBTQ家元素 进而被当上政治正确的人士齐声反对 所时令人觉得风向似乎转得也太快了 根据外媒报道 自从玩具总能源的衍生电影光年正传 加入同性恋之吻的镜头 导致影片飘方惨淡 迪士尼领导层随即勒令皮克斯的员工 在制作《头脑偷空队2》的时候 必须要减少同性恋元素 而这个消息被爆出后 引起来业界政治正确人士的震怒 据悉 实名匿名的前皮克斯员工 向外媒透露 迪士尼是如何干涉《头脑偷空队2》的制作 据透露 迪士尼高层将光联正传的票房势力 归咎于电影中的同性恋之吻 而就让员工们无法接受 甚至有皮克斯的员工认为 未来他们制作的电影中将不能再出现同性恋主角 而这个所谓的同性恋之吻 到底有没有影响票房呢 实际上 综艺在2022年的报道上就有提到 这个吻最初在内部适应的时候 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以至于最初的版本删除了这个镜头 但是在后来 伴随了迪士尼声线 禁止同性恋法案的风波中 为了平息舆论 迪士尼才不得不将这个镜头放了出来 前皮克斯的某员工透露 几乎每一个同性恋镜头 都被迪士尼勒定删除 这也引发了皮克斯全体员工的抗议 在光联正传票房失利后 这部作品也成为了迪士尼高层 用来删点同性恋镜头的反面典型 外媒称 迪士尼对于LGBTQ家的反对 导致他们要求 头脑特工队2的主角莱尼 不那么同性恋 这导致剧本多次重写 还删除了莱尼和配角瓦尔之间的浪漫关系 而另一位消息人士还明确表示 现在迪士尼高层对于LGBTQ家主题 感到很不舒服 并且前皮克斯的员工还声称 头脑特工队2的制作过程 就是一场闹剧 他们为该项目每周工作7天 而且还要加班 并且还遭遇了裁员 从2024年5月到现在 皮克斯已经采用了14% 而与此同时 皮克斯首席创意官表示 现在皮克斯正值理于制作 让任何人都能感到过敏的普世化故事 而对于迪士尼这次去LGBTQ家运动 各位怎么看呢 DC新作《小丑2》双重妄想 中国内地正式订党 10月16日上映 对比其他地区相对较晚 能引进就很不错了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而DC除了超人和生物突击对外 还有一部《和平使者2》正在制作中 作为介于DCEU和DCU的续作 这部作品也吸引了不少粉丝的关注 然而近日 却有一位DC演员 对该作以及导演詹姆斯·刚恩发起了攻击 CW绿剑侠的主演 史蒂芬·阿梅尔 最近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 他非常不喜欢《和平使者》里面 关于CW绿剑侠的笑话 他说 这有点没有必要 我他妈一点都不喜欢 好吧 我就是要直言了当地说 我们的节目被当作狗屎一样对待 我明白 我们是在CW上 《和平使者》是在HBO 但我还是很愤怒 当人们想起DC时 我相信他们不会想到 施奈德和他的剪辑版 他们一定会想到《绿剑宇宙》 我们被坑了那么多年 好多好多年 这很过分 我其实并不生气 可当我听到那些狗屎笑话的时候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 去他妈的那些混蛋 史蒂芬·阿梅尔所说的《和平使者》的笑话 只是在第一季最后一集 约翰·塞纳线的《和平使者》提到 他们从树上设意之见 而一旁的异警问 就像绿线侠一样吗 《和平使者》立刻回答 那家伙去参加彩虹小马的派对时 会打扮成马的后半身 并且还会插着一个直径4英寸的尾巴 对于斯蒂芬这次怒怼《和平使者》和滚岛 有人觉得理所应当 但也有人觉得他太过玻璃心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前段时间 海外知名博主瓦尔基尼 在采访中对海王杰森·莫玛发起了严厉的指控 他表示后者在《我的世界》电影拍摄期间 涉嫌虐待霸凌片场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 根据瓦尔基尼表示 他此前受邀在这任电影《我的世界》中客串出演 在拍摄的过程中 杰森·莫玛在一个激烈的场景中 对剧组的成员大发雷霆 而起因是因为工作人员在某个地方没有做好 比如说镜头没有摆好等等 瓦尔基尼推测 有可能是这场戏的情感影响到了莫玛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对莫玛现场的表现感到惊讶 他表示 莫玛在片场糟糕的态度 导致现场的气氛十分不愉快 他不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 他认为莫玛令人失望 而这件事曝光后 针对莫玛片场霸凌的行为 网上也掀起了一阵经历的讨论 有的网友还提到此前 艾梅博也曾表示 莫玛在海王2片场 同样对他进行了霸凌 当时艾梅博透露 莫玛和温子仁都曾责怪他毁了电影 并且莫玛还故意在片场酗旧 之后还对他阴阳怪气 并且还故意穿成前夫约翰尼德普的样子 出现在他的面前 态度十分的粗暴和无逆 部分的网友认为 莫玛已经是霸凌惯犯 一德不行人品堪忧 并且还有人表示 莫玛是唯一在滚岛接手后 还能继续待着DC的争议联盟演员 证明他和滚岛都是一样的烂人 不仅背叛了扎道和其他争点的主演 还背叛了DC的粉丝和观众 大家应该一起抵制和封杀他 但同样也有部分的网友认为 莫玛这是在认真对待工作 演戏本就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感情 而有时候达到这个状态 可能会相当的困难 假如在好不容易进入状态 并且完成表演后 却因为工作人员的小失误 导致这段表演全部作废 想必换成任何演员都会不高兴 而这部分的网友还认为 瓦尔基尼作为一名网红 毫无疑问是好莱坞的圈外人 他对于演戏这份工作根本不了解 而他的这番指控完全就是外行指导内行 不仅可笑而且愚蠢 目前杰森莫玛并未就此事进行回应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那以上就是本期周大事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喜欢还请一键三连 那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